大家好,我是小曾 有网友私信我 叫我教他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糖醋里脊 今天就来分享这道连厨房小白一看就能学会的糖醋里脊 首先准备一块里脊肉 先来把上面的筋膜给它片出干净 这个筋膜有点硬,吃起来的口感不好 所以我们要把它片出干净 然后再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度大约在半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切片后再顺着它的纹路改刀切成粗一点的条 全部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咱们再下手给它抓洗干净 去除掉里面的一些血水和腥味 清洗干净后再用力挤干水分 下面来把肉腌制一下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入底味 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匀后再往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没有玉米淀粉用土豆淀粉也可以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切记这里是不需要加水的 一个鸡蛋一勺淀粉就正好 如果感觉有点稀可以再加入一点淀粉进来 搅匀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这样在炸的时候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而且更加的酥脆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里脊都能裹上一层面糊 最后看一下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只要面糊不往下流就正好 如果太稀的话就加一点干淀粉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来调一个糖醋汁 碗中加入半勺的番茄酱 再加入一大勺白糖 半勺的白醋 要想甜加一点盐 再加入两勺清水 最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糖醋汁拿来做糖醋鱼 糖醋排骨都非常的好吃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油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上筷子冒密集的小泡泡就证明油温合适 然后把火转成中火 接着把裹好粉的肉条依次地放入锅中 下锅的时候要分散地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全部下锅后用漏勺翻动一下 这样受热才比较均匀 全程都保持中火慢慢地炸 大约炸三到四分钟左右 把里脊炸熟炸透 一直炸到里脊全部漂浮起来 而且颜色金黄的时候 先用漏勺把它捞出来 然后再把油温升高一点 把里脊复炸一下 这样才能达到外焦里嫩的效果 复炸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最后把里脊炸到金黄酥脆 用漏勺捞出来控一控油 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油 把准备好的糖醋汁倒入锅中 然后开大火把这个糖醋汁搅至浓稠 用勺子不停地搅拌防止粘锅底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支持 咱们一直把这个糖醋汁搅置起大泡 变得粘稠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摇一勺出来 把炸好的里脊倒入锅中 把咬出来的糖醋汁淋在里脊上面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让每一根里脊都能均匀地裹上糖醋汁 翻炒均匀后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增香 再次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糖醋里脊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酥里嫩 酸甜适口 大人和小孩都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